民众外套包警警 气象局公布 寒流从星期三下午开始发威 跨年夜到元旦期间 全台气温激动 这波寒流在星期三快速南下以后 跨年夜那一天 以及元旦当天会影响我们的天气 各地天气非常的寒冷 我们也预估低温会出现在 跨年夜那一天以及元旦的当天 在中部以北和东北部的低温 大约7度8度左右 其他各地的低温则在10度左右 沿海空旷地区和近山雀地方的低温 会再低个两三度 跨年夜全台天气冷嗖嗖 不少民众关心是否有机会赏雪 气象局指出 北部及东北部高山地区 像是拉拉山大屯山及七星山等地 如果水气够丰沛 将有望开心看见雪花纷飞的美景 这波寒流影响 我们预估在星期三晚上到星期四这一段时间 水气比较丰沛温度低的时候 在北部和东北部 大约是1000到2000公尺左右的高山 是有机会下雪 但是这个水气也会随着 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一的时候 慢慢地转得比较少 所以到时候虽然温度还是冷 可相对水气的条件就没那么好 气象局指出 高山地区有望赏雪 至于跨年夜想追日出的民众 中南部地区元旦清晨云层相对少 也有机会迎接阿里山的曙光 而这波寒流预估1月2号星期六白天就会减弱 各地气温将会慢慢回升 同时气象局也提醒民众 突然的气温骤降 老年人或是有心血管疾病的民众 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 记得穿着保暖衣物 避免受到气候影响 人间卫视礼儒礼奇台北 采访报道